小朋友们,你们好啊 你们有没有有残疾的朋友、同学 你们是怎么相处的呢? 你们会笑话他吗?会欺负他吗?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故事 叫没有不方便 开学了,班上新来一位小朋友 他叫王阿明 他不太爱说话 下课的时候也不和我们一起到操场去玩球 因为他是 阿明因为脚不太方便 不能跟我们一起到操场去跑跑跳跳 远逐的时候 他走得好慢 我们常常得停下来等他 阿明走路的样子怪怪的 班上最顽皮的小猴子 总是喜欢学他走路的样子 大家都不喜欢小猴子这样做 但是不知道怎样才能帮助阿明 有一天早上 小猴子的爸爸用摩托车载着他来上课 因为小猴子的脚受伤了 哎哟 喂,等等我呀 这下子 小猴子走路的样子和阿明一模一样了 放学的时候 小猴子只好和阿明一起走在最后面 不能像以前那样 飞跑着冲出校门 没关系 我陪你一起走回家好了 多了两根拐杖 小猴子真不知道怎样走路 幸好有阿明帮助他 因为阿明早已习惯了 经过巷口时 巷子里突然跑出来一只松巴巴的大狗 这时阿明的拐杖可真是名副其实的打狗棒 两下子就把大狗赶跑了 阿明将小猴子送回家时 小猴子的家人都很感激他 是啊 阿明不但能照顾自己 还能照顾别人呢 其实阿明一点没有给大家带来不方便 大家一起玩球的时候 只要把球丢得轻一些 阿明就可以一起玩了 下次去远竹的时候 大家可以走得慢一些 再请小猴子帮他背背包 他就可以一起去了